OK 那那個徐導 您記這次的這個比較特別 七分鐘音樂史詩講的是一個 很平時很在地的故事 小人物的故事 來看一下您的創作的概念 在聽到這首歌之前 要拍這個MV 但是還沒聽到歌的時候 其實我會就是想拍一下 什麼東西 就是其實會想拍成像 兩位導演這種就是 視覺風格上比較特別 然後有一些比較柔情表現的東西 結果聽到歌的時候 就有點傻住了就是 因為他的歌詞 已經把所有的事情都講完了 那甚至是包括影像的部分 他已經交代完了 那我們做影像的空間 就變得比較小一點 然後那個時候 也想了很多可能性 是不是不要照著歌詞的方式去拍 或者是做一些 我們自己可以發揮的地方 但是就像國文老師剛剛講的 就是MV最重要的是 要幫助這首歌跟這個歌手 所以最後選擇的方式 因為他的講故事的調形 所以我們選擇了用最 簡單的方式對不對 對 最傳統的方式 但是在影像的質感上 我們去做比較多的節目 所以變成是用這樣的方式 來完成 而且我覺得他影像 真的很有佛孝賢的感覺 是 很有大師的格局 對…他有那種那個定格 就是那種長鏡頭 一拍這樣很長的長鏡頭 對 小金安二郎 以前日本的副名導演 但是七分鐘的MV就是 要寫很多角色 因為你真的他故事拍 光是分鏡表 拍很久嗎 對 這一天拍很久嗎 我們拍了大概三天吧 三天再來 其實他一直被人 對 為什麼嗎 因為他說 你要不要拍七分鐘 你應該跟創名公司講說 我們做一個比如說 四分鐘的版本 四分鐘的版本 但是那個沒有辦法剪 因為那個故事 對 你把最後一段剪掉 就沒有Ending了對不對 對 或是中間沒有轉折對不對 對 所以七分鐘就把它拍下去 對 就把它拍完 那有剪成三分鐘的版本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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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很堅持要在那個時段 因為你要辦法剪 他的歌詞講完講的故事 你中間沒有辦法去切斷 如果他今年對獎 兩位導演會那個嗎 你們怎麼看 會覺得 想說 早知道我就用七分鐘 沒有 沒有 因為他拍得很簡單 很簡單 我聽到這個消息 其實滿驚訝 因為我覺得 就是雖然很感謝評審的 這個鼓勵這樣 但是我覺得很跳動 就是我的東西跟人家 沒有吧 你的狀況是因為 你創了一個紀錄 就是金魚掌沒有一支是宋神 是七分多鐘的音樂 就像是江蕙她 用演唱會 她變成一個Album來做 的確 我覺得今年的評審 有點想做一些創新的東西 對 對 所以在這個名單裡頭 也看得出來 其實今天三位來到我們現場 分享的東西 還有我們剛剛看到的東西 其實風格都非常的不同 那這一次到底誰會得獎 對評審來講 應該也是一個考驗 你不是賭他嗎 我不是賭 我是我猜 我們歷介評審是口味做那樣子 但是我個人心裡不是這麼想 所以 我不能講 我只是講 我猜評審是怎麼會這樣子 還是保密一下 我覺得你們真的都很棒 但是只能有一個得獎 不過到時就看評審的角色 可是我真的滿喜歡那個 那個投擋 了解 不過這個代表一個事情就是說 不需要花很多錢 如果你有很強的音樂 故事 一個很好的影像處理 其實你花二十萬嘛 對不起 你花幾萬 兩支 你可以直接講嗎 分別 真的要講嗎 因為我在找下一支 我幫我拍MV的導演 我看誰沒有拍 對… 她的影子有二十萬 你那個應該也是滿高的對不對 應該其實也還好 也還好 不過他們都是用 不是花很多錢 但是可以拍出很棒的東西 可是你們兩個會超過他的項目 我那個應該 你有沒有超過兩支 有超過跟沒超過就可以了 有啊… 對嘛 有啦… 已經答案出來了 不是 他那個花姐 他有很多的演員要處理 這個不容 零演喔 對啊 沒錯 一個五百塊而已耶 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請三位 就是利用最後一點時間來 分享一下彼此對彼此作品的 看法好不好 劉大嫂先說一說現場兩位 其實我跟應支 我跟應支還滿久前就認識 那學到剛剛才發現 我們在那個學校就遇過 他曾經是我們無唐科的代科老師 這樣子 對 世界了 了解了 世界真的滿小的這樣 那我當然都很喜歡我們三位 但雖然只有一位 但是任何一位得獎我都 滿開心的這樣 師生同台競技真的是 很難得見到的 那應支有什麼 因為我很久以前就看過 應支的導演的東西 他其實也很多種風格都很棒 那我個人也滿喜歡 那徐導的MV 我覺得是另外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那是 因為其實MV 你面對不同的歌曲 需要不同的創意跟想法 那我覺得徐導 面對這首歌的時候 把它處理得很好 對 然後其實我個人也很喜歡 畢業家導演的片 因為他對於商業的處理的東西 我覺得很棒 對 那你徐導呢 其實我一直會比較喜歡 像剛剛這兩位導演的 這種影像上的風格 我之前比較早期拍的 也會有類似的空間 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只是這一次沒有這樣 那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能夠跟大家一起的 我也算是那樣榮幸的事情 那得獎的應該不是我 我應該是其中一位導演 也不見得 其實是我的檔獎 我跟他很熟 覺得許導 覺得許導將來有可能 是張作紀錄線的 對 那個感覺 那個痛一點 不過知道我覺得你們三位 真的都是英雄欣欣欣相識 對啊 但是得獎的 就只有一個人 所以還是恭喜三位 可能有兩座 我跟你講 好 真的謝謝三位 今天可以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來之後 我們繼續跟大家介紹的是 最佳台詞專輯的入圍 馬上回來